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欢迎来到发动会理财 我是主持人TV女王总会 大家好 相信前阵子有一个时事 大家一定都有注意到 就是挪威央行大买台湾的金融股 這時候身為存股族的你 或是平常有專注在金融股的朋友 或是想在這波Follow金融股的朋友 這時候一定要耳朵竖起來仔細聽啦 在我們節目開頭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留言分享加按讚囉 今天節目邀請到誰呢 是的 就是我們的股市金銷 輝塔老師來跟大家分享囉 哈囉 大家好 Tim 妳好 是的 沒錯 我們就順著這個時事 來跟大家分享關於這個金融股的問題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股市裡頭 有非常多的投資朋友其實都專注在金融股這方面 對 沒有錯 因為有些投資人其實就是 純股的很多 都挑金融股 就是說這個產業其實第一個就是 算平易近人嘛 就是你不會覺得 像我們之前講到一些電子股 什麼PCB啊 什麼DRAM 這個有些人聽起來很複雜 也不知道那個到底是做什麼 但是銀行 金融其實你們想那麼多就是 從小大家就看得到 就是這個產業比較平易近人 對 那為什麼我會大家 這麼比較算是偏愛金融股這麼多人討論 對啊 特色是什麼呢 這個純股純金融股 其實我自己覺得最大的原因在於一點就是說 你覺得銀行會不會倒 好像不太容易 好像不太容易 對 我們不能說不會 但是應該是這個機會是 相對於其他產業是小的非常非常多 因為畢竟政府也可能會救這個銀行啊 或這個有什麼危機政府會救它 因為畢竟這是整個金融體系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覺得多數的投資人就有了解 大家第一個會選金融股的原因是說 這個很安全啦 這個不會倒 不管是大的小的 民營的關股的 機會都是比較小的 這是我覺得是第一點 投資人會比較 偏愛金融股的原因 那第二點可能就是 來自於剛剛也是 存股的一個觀念 因為會買金融股的 多數不是做一些短線 因為你去想像我們之前討論了很多一些 什麼作帳股啊一些產業 都說這個東西通常大賣了 營收很好 比如說蘋果供應鏈 蘋果出新機了 他們營收會好 股價會漲 但是金融原則上 比較沒有所謂的產業的淡忘記 不會說下個月它推了 有什麼貸款爆堆 然後獲利大增 比較不會有 因為他們都是一個 因為金融的操作 就存放貸啊 或者做一些投資等等 都是一個比較長期穩定的 穩定 所以說 它不會有所謂的 像這種什麼營收業績爆充 我們之前討論什麼財報成長股啊 不會去討論到金融 標股 所以它不會做短線 所以說 會買金融的都是做長線 那一定是著眼於它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常常講 長線你一定看好它的配息 就是殖利率 所以我們看一張表 為什麼說 金融股啊 會大家列為純股的 有時候算是首選之一 其實這張表就看得很清楚 我們這張表是統計這個八年 過去這八年 平均的這個金融股的殖利率VS 整個台股平均的殖利率 所以你看 這個兩條線就知道了 這個橘色的這一條啊 是金融保險類的殖利率 那藍色這一條是整個台股 算是加權 就是所有台股平均下來的殖利率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大家愛金融股 因為你是會長線持有 你看好這家公司 那長期下來金融股的殖利率 又比台股整體的平均殖利率高了1% 你看台股這八年的平均殖利率 大概只有4% 但是你如果是買金融股的話 平均來講會有5% 明顯高出許多 明顯高出許多 就很簡單 如果說你今天要存股 第一個大家一定會存 我們之前就講過很簡單的 就是殖利率要高 所以金融股又安全 殖利率又高 好所以大家都會先把這個金融股 列為這個所謂的存股的一個標的之一 這個是第二個原因 那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金融股相對來說是比較便宜 那便宜的角度要怎麼去看 我們這有教各位 比如說評價一家公司可能是用本益比 好就是這個股價去除EPS 我們之前常常會列本益比 什麼低本益比的股票 沒錯 比較被低估 比較便宜比較好 但是我們在評價金融股的時候 有時候比較不一樣 因為金融這個產業 我們剛才已經談到比較特別 就是說 你去看財報就知道 我們常常講財報會有什麼營收啊 其實金融股沒有營收 因為它沒有銷貨 它不會有這營收收 它比較特別 它算一個比較真的特別的行業 所以我們評價它的時候 比較不會用所謂的本益比 其實市場常常在看金融股幣 比較會用股價淨值比 因為我們知道金融其實 我們常常評價一家 這家金控或銀行 其實當中內行很多它的一個 你可以說它整體的價值 比如說有些金融是很多資產嘛 比如說土地 或者它有一些受險啊 一些投資 然後手上未有的美元等等 你評價這家公司可能是看它說 它的淨值大概有多少 那現在股價是多少 我們常講就是股淨比 這個我們是比較常去評斷 金融股的方式 因為以金融來看它的 我們等一下嘛 因為盈餘算是比較穩定的 原則上 所以比較不會有說 對像之前電子股 未來幾年EPS什麼成長 兩成三成五成 然後這個產業很好 比如說像電商 像什麼Apple 這個未來潛力無窮 做電動車 給它很高的本益比 金融它不會有高本益比 所以我們去評價金融股 我們會去看 它的股價跟淨值的差距 來判斷它便不便宜 就是說 比如它淨值 加上它的資產 可能每股是40元 結果現在市場上的股價 假設只有20 那很明顯它就被低估 因為它每股淨值值40塊 結果現在的股價只有20 等於股淨比只有0.5倍 那就是很明顯的低估 那這張表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 從台股這8年以來的股淨比 跟金融類股的股淨比 其實就有一段差距 整個台股的平均股價淨值比 大約是1.65倍 但是你看喔 金融類股這8年以來 平均的股價淨值比 只有1.08倍 大概就1比1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個線圖 尤其是 最近這一陣子來看 我們那個有一個橫軸是1 就是股淨比是1比1 其實最近這大概一年多 金融股的股淨比是跌破1的 等於說股價來說相對好像 有點委屈了 沒有到它淨值 就是說基本的合理水位 所以這個也是會吸引市場上 尤其台股很多的投資人 它會把金融股列為這個存股的首選 也來自於說台灣的金控股或銀行股 其實過去大家比較常討論 就是說他們的股淨比比較偏低 因為以國外來說 可能像美國的一些銀行股 他們的股淨比可能有些到1.3 平均是1.3或者到1.5倍 台灣的只有1.08倍 就算1倍 國外大概1.5 台灣只有1 其實差了五成 所以大家會覺得 台灣的金融股好像被低股很多 所以說我覺得有這三個原因 就是說大家會把金融 列為這個存股的首選 就是第一個不會倒 第二個殖利率高 第三個股淨比偏低 所以它很便宜 所以現在市場上很多投資人在談論說 這個金融股好像真的是存股首選 而且剛剛也帶到了 挪威的央行 就是我們常講的主權基金 它也大買台灣的金融股 對啊 這是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就像我剛剛聊到的 這個挪威央行 主權基金的投資 第一個它比較偏向保守 它不會去砸大錢去投資 比如說一些科技股 萬一壓縮保了 這個因為主權基金是國家的錢 你壓縮保了 這個對於國家的財政 而且是花人民的錢 他們會取向於一個比較平衡性的操作 那很簡單的邏輯 就跟我們剛剛一開始談到的 這個挪威央行也會看嗎 這個銀行業或者這個產業 相對來說是比較安全的 那它要進來台灣投資 因為它畢竟我們講地區性的分散 台灣啊 我覺得其他亞洲國家它都有 那台灣它錢要進來台灣 它所選的股票 多半也是安全的 那銀行股一定是首選 那它可能也看到我們上面列的這幾個特點 它也覺得台灣的銀行股好像很便宜 因為股進比很低 那台灣的這些這個銀行金控類股 支利率也不錯 所以它買了很多台灣的這些銀行股 像我們表中列的這五家 合庫金、永豐、台契銀、金城跟趙豐 這個挪威央行分別 前四家我記得沒錯 它都是前十大股東 然後趙豐金是還沒到前十大 因為它比較偏於官股 就是說這個財政部啊 這持股比較多 但是它也是持股 也是我記得前十五、二十大 也是排行在裡面 所以你就知道挪威央行都 而且尤其這種主權基金 它絕對不是做短線 其實應該說過去這幾年 他們就一直持續買進 台灣的這些銀行股 所以說這個也會造成台灣的投證 就更有信心覺得說 連挪威的央行主權基金 它都敢買這麼多 成為台灣這些 銀行股的前十大股東 大家一定會認為 那應該是很安全 所以大家都會把銀行股 就列為存股的首選 只是說 銀行股這麼多啦 打開來看大概三、四十檔 要怎麼選 我們大概等一下會簡單說明 不過我們先看一下 為什麼挪威央行 會把這些各國 列為這個 所謂的一個它主要的投資標的 像第一個核庫金 過去四月外資是賣 四月漲幅9.5% 原則上我覺得關鍵的 我們就看這個殖利率 殖利率的部分大概是4.25% 那永豐金的殖利率有5.8% 那台信銀比較低一點 有2.1% 但是它的股金比較低 那金城銀的殖利率有4.6% 那兆豐金有5.8% 所以原則上我們大概來看 就是說平均來講這些殖利率 都有5%上下的一個水準 所以說挪威央行的錢它擺在台股 它一定先挑安全的又挑殖利率高的 所以說這些銀行股都會是挪威央行首選的原因之一 不過我們在進到實際舉例之前 剛剛感覺起來都講好多金融股的好處 但是金融股有沒有在買之前 有什麼特別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我覺得就是說 你會買金融股 你千萬不要著眼於是做短線價差 有些投資人會這樣 就說現在行情很好 台股反彈了 那我要買金融股來參與這一波台股反彈 你如果從今年3月8523你是買金融股 我不是說不能賺錢 當然可以賺到錢 但是絕對沒有你買一些電子股 中小型的個股賺得多 很多人你要記得你操作金融股 我覺得週期這是第一個重點 應該絕對是長期的 你短線要有一些所謂的超額報酬 我覺得會是比較難的 因為它的股價股性波動比較小 這是我覺得第一個 投資人選金融股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操作的心態要調整好 第二個就是說 在金融股的操作我會建議投資 因為你既然是做長期投資 記得就是說千萬不要用融資 因為融資比如說一年的利率要67% 我們剛剛談到 因為你有時候做銀行股 你做的是一個春股 叫長期投資 比如說這利率是5.8% 假設你每年 你在永豐金的操作 假設很順利 每年都有5.8%的一個 這個殖利率的一個股息收入 而且股價都還能持穩 但是你如果用融資去買 一年的利息可能6%7% 結果你的利率都被你的券商的融資利率給吃掉 哇 那其實沒有賺 沒有賺 對 所以說很多人這個存股 你千萬不要開槓桿 你一定要用現股去買進 千萬不要用這種融資的角度去買 那第二個就是講這個所謂 操作的重點 因為我知道這一波很多人 其實是純金融股 結果在今年3月份的股災的時候 就我看一些網路上的一些討論聊天 很多人反而都停損 對 我不是說停損不重要 雖然我們之前教過各位很多觀念 做錯了要停損 但是我們都知道 我們既然是做存股 而且這些銀行股 既然你先前的操作就認為 第一個它會不會倒 它不會倒 好 那第二個你既然是存股 你一定是做一個長線投資 那你一定會歷經所謂的金融風暴 歷經什麼 景氣循環 所以說 像今年3月來到8523 其實我覺得這個觀念 我要聽你投資在 你既然做存股 你反而更應該開心 好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已經賠了這麼多 怎麼開心 因為你的存股 你一定是未來好幾年的投資 它難得變得這麼便宜 你反而還要持續性的買進 你反而可以買得更低買得更多 所以你現在回過頭去看 其實很多金融股從8523以來 其實都已經慢慢有漲上來了 所以你當時候砍絕對是 砍在相對底部 你那時候要砍的股票 反而是一些比較 我們這有點題外話 我們大概就受到疫情衝擊 影響到比較大的產業 中小型股你要挺順 但是這種銀行股這種長線的 其實原則上 越低你反而越應該持續性的買進 這樣子在存股方面 其實你才能享受到長線的一個活力價值 沒錯 提醒大家幾個金融股的操作重點之後 接下來大家就想 針對這個央行 挪威央行大買的這幾檔 我們舉幾個例子來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這個趙鋒金 其實趙鋒金在最近的走勢 我覺得已經有底部成形的味道 尤其最近它的一個短中長期的均線 大概糾結在這30塊附近 如果以技術型態來說 我會認為應該有機會 做一個突破的動作 雖然外資在賣 但是因為畢竟它算是在光股銀行當中 體質算不錯的 尤其像這種外匯的業務 都是由趙鋒金負責 所以我會認為 以目前整體獲利面 甚至市場架構來講 它算是光股券商當中 我個人比較看好的 你如果想挑這種光股色彩為主的 銀行股做純股的話 趙鋒金我覺得是首選 那如果說民營的金控的話 我覺得目前價位比較便宜的 體質也還OK的 可以留意到像是永鋒金 因為比如說民營銀行像富邦國泰價位比較高 但是以2890的永鋒金來看 其實目前的價位或者技術面來看 其實還算在低檔 我們可以看下一張這個字卡 就永鋒金的部分 目前股價其實還在壓在整個長線架構之下 而且股價的價位 現在大概就在票面 而10元上下附近左右 其實 以永鋒金來看 股進比也是相對偏低的 那股價現在才在票面 而10元附近 相對來說其實我覺得 不能說已經是最低 但是我認為已經是相對低了 所以說以民營金控來說 永鋒金算是 我覺得 位階價值還算被低估的 這個以長線的一個投資角度來看 投資人也可以把它列入參考 所以呢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幫大家點醒了這個 挪威央行最近大買台灣金融股的這個現象 我們把台灣金融股幾個優勢拉出來 包含了像什麼 金融股呢 它背後一個比較文庫的單位 就是銀行不容易倒 對對對 大家會存得比較有信心 如果今天你是買某一家公司 你會 哇萬一 心慌慌 對突然怎麼樣 因為很難講 因為我今天看一個新聞 這個 你知道那個租車赫茨 這個全球連鎖的 都傳出來 這個申請破產了 危機 對那你去想 哇這個 這麼大的公司都會有這種 破產的疑慮了 所以說大家在選金融 這方面的疑慮會比較小 對 存得比較安心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存得安心 然後剛剛講到包含殖利率的特色 還有這股價 鏡子比相對較低的 這幾個三個特色之外呢 老師剛剛也在呢 舉例當中 告訴大家幾個操作的重點啦 好啦所以大家是不是 如果你要關注這個金融股的朋友 是不是更加有信心啦 沒有錯 哈哈哈 老師馬上直接想 是的沒錯 還有如果你還有更多的問題 沒關係 趕快加入老師的Light裡頭 還有Termic裡頭 還有Facebook也可以 大家可以加入 對 裡面呢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跟老師請教囉 OK 好啦 大家如果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一樣可以留言在下方 欸我們真的都會看 我會看啊真的 沒有錯 他有什麼意見都想法 都可以留言在下方 好啦那我們就 下周見 掰掰